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翔和市議員莊敬盛小莊 一起特地送咖啡和防疫物資給中山區衛生所人員 為大家加油打氣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急劇升溫炸鍋 感染和匡列人數越來越多 基層衛生所不但忙翻又要被罵 以基隆市中山區衛生所來說 所內才10個人卻要應付中山區 累計到4月28日為止確診大約500例 被匡列上千人案件的量能 包括接觸者足跡追蹤告知 分裝公費快篩計 協助民眾因為中央政策改變 導致解隔離通知單各項後續處理問題 社區民眾緊急就醫和接聽疫情詢問電話等等 每天都要忙到晚上10點以後才下班 衛生所拜託民眾多多體諒包容 不要有太多情緒化的反應 他們已經竭盡全力服務大家 單單中山區從確診的累計案量數 大概就500多案 那接觸者甚至到上千的個案數 所以大家要知道這麼大的量 事實上我們衛生所的夥伴 大概才將近10名 要面對這麼大的量的一個處理 我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在這邊就是請各位的社區的民眾好朋友 多多一點的包容 那我們一定會盡力做好我們應盡的工作 多一點體諒我們的衛生所同仁 那我們一定會把我們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完整 因為我們同仁確實是每個人每一天都在上班 每個人工作都到晚上10點才下班 這樣工作的量確實是我們確實很大的一個負荷 我們希望所有的民眾能夠體恤一下 我們衛生所及衛生局的同仁 我們也希望未來我們基隆市政府 也能夠在我們地方自治的條例下 我們能夠自主來去把那個單一管道 把專責跟一般行政把它分開來 來減少他們的負擔 以求其他人來支援 世界已經被新冠病毒侵襲了兩年了 而他們所做出來的示範 似乎中央這些政策制定者 似乎都沒有在看 所以導致說我們現在進退失去 那我們必須重新再針對我們的醫療資源 再做一次重新再做一次的盤點跟重整 我們才能知道我們需要些什麼 會有後續應該處理的政策跟加強面 我們趕快去做亡羊普勞 或許我們可以盡快的把這跟專業座講的一樣 盡量的來把減輕這個災害的負擔 中山區衛生所代理主任楊惠玉 也非常感謝副議長林佩祥 和市議員莊敬盛的慰勞 也請兩位議員協助向民眾說明解釋 不是衛生所不做不接聽 而是疫情案件急劇爆量 人力有限需要時間來處理一定會做好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和我們一起組合 寂寄 人們的遺症 是一個人的心 對